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耿伯伯是谁啊 你放心丫头 我告诉你吧 整个昆明城就没有他汪木森找不着的东西 是吧 孙哥 你太客气了 如果你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话 我这几个伙计兴许能帮点忙 你看真棒啊 乖 去 能帮上忙好啊 走 带上这伙计 咱们现在就去耿中家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耿中昨天应该还在家里 什么 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问曹公安 我说你的封条什么时候贴的 他说我看超文现场就贴上了 可是我用手接封条的时候 我发现交水是心抹上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要早说啊 恐怕我跟耿中现在都在监狱里呢 原来这还有一地洞呢 把那棍儿用 用狗追踪目标 就要先找到用目标气味的无比 而且时间不能过长 时间长了 这气味就消散了 知道吧 快 让他闻闻 好 有反应 气味还在 走 踭 踭 踏 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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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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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中进城了 啊 四哥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早中快点一草 我的眼皮就里面了 那我进去找他吧 进去找他 那怎么办呀 当 在这等吧 为什么呀 这离公安厅太近 他一进入了国外我们谁也跑不了 这样不算 一进回 谢谢了 谢谢 嗯 不算 诶 行 我看你 杠仲 是你 我们要见面了 你在跟踪我 不 我要帮助你销毁化学武器 我不用你帮 让开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多危险吗 要没有我帮你 别说销毁化学武器 你连命都难保了 三年前我的命就已经没了 如果当初不是你带着人抓我 我早就和后海 把这批化学武器运出昆明了 我知道我愧对于你 可职责所在 我不能违抗上风的命令 你为什么非要运走那部化学武器呢 你明明知道 你拿着我给你的通信证 你可以非常顺利地撤离昆明 你不懂吗 跟你一样 职责所在 高伯伯 看见你没事 我真高兴 让我们来帮助你吗 他还是个孩子 这么危险的事怎么能让他 你问他 你们是怎么到一起的 总之 说来话长 但是 要是没有孙老师的话 我恐怕很难找到你 冠中 我现在是戴罪之神 而且是个再逃犯人 早晚被抓回去 这辈子就带到监狱里了 冠中 你如果还认孙思康这个朋友 你给我死机会 让我跟着你一起去销毁那批化学武器 完成的心愿 算我也给老百姓做了件好事 那天晚上 我把两个公安引出了学校 眼看着我就把他们给甩了 结果突然蹦出来一个特务 手里还拿着枪 我当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就一把手出了 抓住了枪 然后拼命喊救命 那后来呢 后来那两个官就出现了 特务就逃了 我也被他们带回来挂了 人没事就行 对了 坑波波 你那批化学武器取出来了吗 现在还不大时候 为什么呀 原料和玄纸 还成问题 这销毁化学武器啊 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 城外有一个废弃的化工厂 可以在那销毁 哎 那原料到底是什么呀 新白 百货公司就可以买到 哎 你 我给你 嗯 我的笔记本你找到了吗 哦 在我这呢 糟了 不见了 你才好好找找 没有 没有就只有几本书 你的书包离开我你 没有 除了在家的时候 我其他时候都背着的呀 除了在家的时候嗯 还记得 早晨到你家找你的那个男的吗 那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拿那个本子吗 可以肯定的说那个人不是公安 不是公安 那就一定是汤国凡的人 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了 这样我们现在就去买新白 省得夜长风多 给不及你买东西 我在外买看你 走 我也是 同志有新白吗 有 这东西全坤民只有我在有了 是这个吧 对 就是他 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这不够这些 不够在哪 全部在这 就这么多还不够你画画的 董事 我们不是画画用 是有别的用 那我没办法 我能问您一下 您这都是从哪拿的货吗 我们的颜料厂 颜料厂 那颜料厂的原料呢 又是从哪拿的货 原料那应该从化工厂吧 南门出去有个和平化工厂 你们去那问问吧 好 谢谢啊 谢谢 同志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我们是云南大学的 我们做一个实验 需要消耗大量的氧化芯 怎么了 我只想提醒你们 去的时候别忘了再介绍信 没介绍信 等于给我卖东西给你 谢谢 谢谢 知道了 怎么样 用量太大 这解决不了还得去化工厂 我去弄卡车 你现在弄卡车有什么用 人家化工厂也需要介绍信 这个云南大学有 我可以去想办法 走去云南大学 哎 同志 先这两件事儿 哎刚才 那两个人是不是买新白啊 是啊 你要买吗 哦 那他们怎么没买呀 哦 他们要的量太大 我让他们去化工厂问了 哦 化工厂 哪个化工厂啊 嗯 和平化工厂 怎么 您要买氧化芯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 长官 您猜的没错 更终去了商店 还有那个老头 和那个云南大学的女孩 也和他在一起 他们东西买到了吗 没买 售火员说 他们需要的量特别大 让他们去和平化工厂去买 长官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和平化工厂在南郊 那里人很少 咱们可以在那手中待动 好 不过记住 一 更中午要喝他 二 不许动那个女孩一根寒毛 啊 是 是 我 好了 你们在这等我 我上去开介绍戏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这我熟得很 我一个人上去就好了 还是我陪你去吧 多一个人安全点 怎么 信不够我 思考 雾鸣已经 对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了 你就别再拿美的 好吧 如果你十分钟还不出来 我们马上离开 去吧 怎么样老头 好点了吧 哈好多了 那天啊 多亏了你那碗面啊 我看啊 是多亏了你那碗面啊 我看啊 是多亏了你那碗面啊 我这叫 一酸几千愁 什么时候了 你还笑得出来 我跟你说啊 因为孙子康的事 厅长可气得够呛啊 你说什么 没有 hors 没有 memor 没 你看 an 看 优浅 itan 呜 你 我们 那 肊 你好观天站住 啊好你等会儿 曹曹嗯找你的啊 喂 喂 是我 啊 好我知道了 就这样 通知其他人 马上去和平抗门场 什么情况 耿光明他们要到这儿借火 这谁打电话 吴敏 林快子 主官 什么东西 我打电话 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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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的啊 您好同志 我们是来提货提货啊 这都几点了 我们下班了 我知道你们几点下班 您看 他差五分钟了 现在控房就一人 我就是给你开了提货单 也没人给你装货 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哦就一个人啊啊 那就不麻烦你们的人 我们自己装 你自己装啊 辛苦一天了 哎呦别别别别别别别 不不您通融通融好吧 谢谢您哎 好谢谢谢谢 来进来吧 哎好 你们办什么业务啊 呃我们要100公斤的雅化线 100公斤雅化线 有介绍信吗 啊有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哦云南大学 嗯 养化线 100公斤对吗 对 买这么多要付支票 支票呢 要三天以后才能提款 现在不能提我 我都远点钱啊 你都不懂 支票要送到银行去查队 查队无误后果才能出货 呦 有这规定我还真不懂啊 这搞业务的哪个不懂 你想在这装空子是吧 我我原来在照相馆 我都刚改行 第一次看采购 你通融一下 我们大学啊 就等着这批氧化线呢 这样这个 这样是哎 别别别 有您通融别别别 您别过来救手和这老汤 我们要下班了 您赶紧把你的车开出去 走了 没得啥呀 没得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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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 老闆 哎我们提货 我们这都下班了 明天再来吧 你看我们单子也填了钱也交了 要是等到明天 我们云南大学重点实验项目 那就全耽误了 货我们自己搬 好吧您照顾照顾 那来吧好好好谢谢 那这里就是洋化金啊 那里刚好四箱 整整的100公斤 你们自己搬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啊 我吃饭去了哎好 哎对了 别多饭啊 会呢 现在都是新社会了 这点觉悟谁没有啊 放心吧小董事啊 一二 去 离花工厂还有多远啊 坏了 转弯就到了 记住了 记住了 看终于要活的 不能多到小女一个行 这 看一下 好 好 啊 啊 长官 要化新 他们肯定在这 哎你们干嘛 出碗盖了 在这守着 记着 别开箱 好 什么 给我出啦 你又在这儿呢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你让我抓到你 我让你生不如死 你又在这儿 小周 是這麼麻煩的你回去回去 在這倒 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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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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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啊 我叫你跑 你到这跑啊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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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有为了 是你 说得到这批化学武器 你竟然杀害了前后海 没错 为了得到这批化学武器 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这样 你把武器交给我 我马上送你去香港 让你后半辈子 衣食无忧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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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把枪收下 把枪收下 等将来怎么有的孩子 就叫他小敏吧 怎么是你 你来干嘛 不用你管 一个大姑娘家 不在实验室好好待着 跑这边干嘛 滚 长官 你头出现了 快 长官哪 跟猪跑了 快追啊 啊 长官小心 师哥 你在哪 杜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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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快走吧 喂 回来追跟中 杜伯 这两个跑了 跑去跑了吧 把跟中带回去 下去 你呢 走 走 长官 上手吧 走 前面有车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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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四处搜查啊快 老曹这是一具尸体啊 老曹 怎么了公民 哥猫猫 哥猫背头我抓走了 放心 我们会把他救出来的啊 大梁你站过去 是 私下查一下 是 孙子康哪儿去了 不知道 快 四处搜索 别让孙子康跑了 看到没有 是 好好搜 孙子康 别动 站住 你快下来 下 不要动啊 别乱饿 军处了 你往哪儿跑啊你 走 走 快点 走 放老实点啊 快点 抠着他 别动 我看你往哪儿跑啊你 真不熟练 你少给我废话 我待会儿去 是 给我看好了他听着没有 你们要把他怎么着 他是好人 没你事 老实给我呆着 跟着 老实啊 啊 你看什么 别走 作为行政人员 你们俩都不及格 我告诉你老头 你就是跑了 我还能把你抓坏我 你抓着我那天算你急 你别动 就你们俩还想靠我啊 得学几年呢 身手不错呀 你还不错 这处特务有几个人啊 三个啊不 好像是四个 去化工厂还有别的路吗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 为什么又碰到他们 是不是他们故意避开咱们呀 你说 他们会不会杀了耿伯伯呀 你这个问题啊 等抓到那几个特务就知道了 那老曹呢 他是不是有什么发现了 他能发现什么呀 他现在人在那我都不知道 小心点 没人 别动 老曹把孙子康带哪儿去了 我哪知道 哎 你这老头 还不快滚回监狱去 行行行 有什么事待会再说啊 小兄弟们 刚才是开玩笑 还别往心里去呀 孙老师请 我坐那对 好 有咖啡吗 你把我们治安处当什么地方啊 你还喝咖啡 去 孙老师 委屈一下 喝杯茶吧 行吧 我不喝绿茶 去杯普尔 你 去 去杯普尔 不是我上哪儿给他弄普尔去 那老万那儿不用吧 去 你说这汤伯凡 咱会把耿光明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晚到了一步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画工厂啊 哦 五米报的馅儿 我就料定是他 喝 哦 这儿 好 把手帕打开 不是老曹 这老头的画案多得很 我能靠他一次就能靠他第二次 听见了吧 打开说你呢 哈哈哈 深居 还是不够熟练 谢谢 曹长官 在劳动社 我 无敏帮我脱的身 你别怪他啊 放心 我知道不是他的主意 你知道 哦 那你还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化学武器的下落 但是 出于对我们的不信任 你并不打算告诉我们 好 很好 你的直觉是一流的 可不能光凭直觉吧 嗯 孙老师 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只有我们合作 才能救出耿光明 找到化学武器 消费化学武器 你考虑好了 随时告诉我 别走 不用靠 我去 老唐 哎 老万呢 没和你一起回来 老万抓特务去了 抓特务 对 我们找到特务的卡车 但是车上没人 不过我们在车厢里找到了一把云安铝设的钥匙 老万让我回来告诉医生 他带着污名 去铝设去了 救了 哎 怎么漏头 忙着呢 你好 公安厅之暗处的 什么事 我想看看你们的登记簿 嗯 好嘞 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来住过吗 嗯 没有 好 我想去楼上看一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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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不在呢 我根本不在呢 你根本不在呢 天真 赶紧啊 别让着了火气了没有啊 快点 你们没事吧 我刚才啊 什么都听不见 现在能听清楚了 这个唐伯范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你让我抓着他非吃着他不行 老曹 我给老曹道道 你再到北部就完了 现在情况比较危险 小官 你啊 带吴敏回公安厅 是 为什么又带我回公安厅啊 为了你的安全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别添乱了 回厅里等着 我们会有安排的 哎 把点水 行了 走吧 怎么弄的 快快快 我说你不去抓特务 看着我干嘛呀 谁看着你了 我看着他呢 丫头 销毁化学武器的方法是你和耿忠一起找到的 不算吧 我是协助耿伯伯 那如果没有耿忠 你一个人能销毁他吗 我 不知道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是想我今天就应该回监狱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 不 你是不是说 耿伯伯有生命危险了 目前没有 但如果汤伯凡拿到了化学武器 或者别人拿到了化学武器 耿伯伯伯伯就没有危险了 但是你有危险 你怎么有我照片啊 在云安旅社找到的 估计是汤伯凡落在那 汤伯凡 他拿我照片干嘛 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广光明被抓以后 你就是唯一接触过 销毁化学武器配方的人 也就变成最危险的人 你的意思是 现在我成了他们最大的目标 很有可能 所以 你得在我们这儿委屈几天了 怎么 要把我关起来 不是关你 我们是保护你 我不用你们保护 我不怕那个什么汤泡饭 他们是为你好丫头 你记着 汤伯凡比你想象的要恐怖的多 可是我学校还有课呢 小官 和云南大学联系一下 就说吴敏老师要配合我们工作 需要请几天假 是那请多久 直到抓住汤伯凡 是 那个曹署长啊 再过两天呢 缅甸的德钦丹东将军 就到咱们昆明来 参观一场这个军事演习 这个事情相当的重要 因为他关系到 咱们两国的邦交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 可不能出现什么差错 其他的都好办 就怕到时候汤伯凡 也来凑热闹 我听大齐说 耿光明已经被抓了 对 现在对他威胁最大的就只有吴敏了 考虑到吴敏的生命安全 我已经让小官安排他住进咱们的招待所了 那孙思康呢 对我们还不了解 走 你看你穿这身啊 就跟个资本家似的你 同志 穿什么那是我的自由 你少管废话 谁跟你是同志呢 啊 我告诉你说 你现在是个秋犯 秋犯也有民权 你知道吗 哼 你还给我讲民权 给我走 别碰我 我碰你怎么了 我走我就不想过来走 喝你还给我讲民权 走 别碰我 基本上都不了你 走 别不转心眼了啊 我看你 走 磨蹭什么呀你 快点 你 瞅我啥 走 谢谢你们 扔我带走了 不客气 交给你们了 好 再见 再见 喂大梁 哎 我走 孙子康呢 哦 老万把孙子康 从监狱淘宝的事 跟人家说了 人家派人把他带走了 这老万 喂 老万 孙子康呢 监狱来人把他弄走了 我告诉你 回去我再找你算账 你给我算账啊 我还给你算账呢 我还给你算账呢 我还给你算账了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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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6-5-2-5-1 放入鱼鱼 放入鱼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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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的线索 老梁 你听我说 你要想做出 口味很纯正的饭菜 在掌握火候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翼 什么意思 像孙四康这种 有本事的人 想跟他合作 必须先给他应有的尊重 尊重 对啊 尊重 要不然 他为什么要拿自己朋友性命冒险呢 拿自己朋友的性命冒险 对啊 孙四康能不能帮我们 找到化学武器 我认为 他能 那他为什么不帮 他 他思想玩过 错 那就是 他和耿光明 都是敌人那会儿的 还是错 还是错 那 那是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出卖 耿光明这个老同学 老朋友 怎么讲 你好好想想 汤伯凡 为什么要抓耿光明 找化学武器啊 如果孙四康 帮助我们找到化学武器 那耿光明 对于汤伯凡来说 就毫无价值 汤伯凡 就会杀掉耿光明 是 那即使是这样 我认为 这孙四康 也不一定跟我们合作呀 其实我觉得 对于耿光明而言 现在生命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信念 信念 对 什么信念 销毁这批化学武器 不让他尽昆明 我想 孙四康也是这么想的 怀念在这教书的日子吧 从英国回来 本打算想用自己学到的知识 为国家和人民做点实施 没想到弄成现在这样 是啊 我在英国学刑针的时候 以为自己这辈子 能抓到很多的犯人 没想到现在自己成了犯人 世事难料 对吧 你不怪我了吧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 否则你不会留在昆明 四康 你能答应我要求吗 你说 不论我以后是生还是死 你都要和五米一起销毁这批化学武器 否则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原谅自己 空中 我就是越越把你叫出来 长官 长官 耳朵梆喊 我要见孟捷狱长 老涛 吴教授来了 在什么地方 招待所 我去一趟 给我把防火刷了 你知不知道 你妈听说你惹上了麻烦 心里有多着急 爸 我这叫惹上了麻烦 不是您和妈教我的 做人要秉持正义,不畏奸邪 我以前是怕你走上歪路 现在理性是大学老师 我和你妈就希望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不要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是我要掺和到这个案子里来 而是那些特务把耿伯伯抓起来了,您知道吗? 耿伯伯为了销毁这批化学武器 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顾 您希望我怎么做 为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做一只缩头乌龟吗? 你已经帮他了 这还不够吗? 爸 耿伯伯是您的好朋友 换成您,您怎么做? 袖手旁观吗? 还是见死不救? 你不要激我 可事情就是这样 问题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 我 我也看不出事情有多么虎杂 有些事情吧 你还是永远不要明白吧 爸 什么事啊 没什么 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和你妈 不想看到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妈 您就放心吧 女儿长大了 妈 吴教授 吴教授 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曹首长 您想问什么 我知道您是一个正直人 不过 我 我就觉得 您和五母之间的关系 也有点奇怪 曹首长 每个做父母的 都会担心自己的儿女 会遇到什么危险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哎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吧 你指的是什么 哦 我说出来 怕你不爱听了 吴教 我隐约觉得 你和吴敏 不像是亲生妇女 你怎么看出来的 哦 对不起 我这个人好琢磨事 我一直觉得 您和吴敏之间 在外貌上不是很像 而且 您对他的态度 不好 哦 不是不好 是太好了 好的 有点客气的感觉 胡教授 我说的不对 您别往心里去 我这个人 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 说话比较愣 您 也不爱听吗 啊 你是个好人 说来话长 吴敏 不是我跟雨湘的 亲生女儿 她的深母 叫傅子新 是我的学生 在吴敏两岁的时候 她得了重病 临死的时候 把吴敏托付给我 希望我把她抚养成人 这么多年 我跟雨湘 一直遵守着这个承诺 细心地照顾 我和雨湘的这份苦心 希望你能明白 您能告诉我 吴敏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个我也不知道 子星也从来没跟我谈过 你们公安那边 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没有 我只是随便问 都是一些陈年旧事 不提他了 曹厦长 吴敏就拜托你了 您放心 在抓着汤墨凡之前 我会保证无敏的安全 一号官厅志安处 啊 十字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了 release 弟 您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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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人 2 你帮我找找 这昆明都什么地方 跟那石子有关 石子 对 石子波 石母田 石 石 叫石子的地方多了去了 石 你这干什么呢你这 刚才监狱方面打了电话 孙思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说那批化学武器啊 就藏在一个 跟这个石子有关的地方 你说这么多石字 你跟老曹说了吗 我跟他说什么呀 怎么了 这没有他的攻击还不打名 母鸡还不下蛋了 你就是 说吧 读书人 化学武器藏在什么地方啊 你们这些赌书人啊 就是不见棺材冰掉了 说 化学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你 说 到底说不说 狗鹰子 你 讲关 耿忠嘴很硬 什么也不可说 在化学仓库 我是怎么说来着 谁让你开墙了 这批化学武器 不管是让我找到了 还是落在了供丁的山 它始终都是杀人的武器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却不能让这些武器 伤害到无辜的人 是吗 那前后海呢 它正是因为执迷不悟 已经命丧黄泉了 它正是赐予这批武器 难道你也想带着这个秘密 离开这个世界 你还是傻 我现在不会算 不过我也不知道 我的耐心能让我等你多久 你好好想想吧 好 好 你看这个地方住的居民比较多 那些化学武器不大可能藏在这 我咱们下面咱们找这个 我跟你说 看什么呢 老爸你不知道 这关雅迪背着我们处对象 问他是谁死活不说 这我得把他给侦查出来 你给我听着 我现在让你侦查的是哪藏着化学武器 没让你侦查人家谈不谈对象 你给我把这个案子破了 我让你嫂子给你整个好的 那我看是算了 就嫂子那眼光 你嫂子眼光怎么了 当年能看上我 说明你嫂子眼光挺高的 那是 那是都有多高的眼光 才能看得上你 这几条街都已经查过了 没有发现可疑的物品 那小棚子仓库什么的都查了吗 都查了 反正这几年动过土的地方也查了 没有限数 行你们先回去吧 是是 嗯 请进 老曹 耿伯伯找到了吗 他们太狡猾 没留下什么线索 估计 也不敢再屡舌落脚 带着耿光明 太明显了 是 对了 这是我凭着记忆 写出来的 销毁化学武器的方法 说不定能用得着 我说老曹 你们能不能别把我关在这儿啊 让我跟你们一起去找耿伯伯 不行吗 可是我已经答应吴教授 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有你们在 我很安全呀 你这个小丫头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老曹 今天老万带着派出所的控制 去找化学武器了 有什么线索吗 苏斯康从监狱里传出话来 说这个化学武器 好像是藏在一个 跟石子有关的地方 老万带有什么进展 我刚才看他回来 但看样子没什么进展 好 走 看看你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好好好 哎谢谢你们啊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哎哎哎又怎么害 你吓死我了你们哈哈哈哈 这些都是你找过的地方啊哈哈哈 那你们进来也不是打什么招呼 干嘛呀这是 打招呼 咱们治安处最近不是流行私自行动不打招呼 嘿嘿老曹 我不是看你事多想给你帮点忙吗 你这不算 哎你还别说 你最近啊 还真帮了我不少忙 嘿 帮忙还是瞎帮忙 到现在连个化学武器的影子都没找上 嘿嘿嘿嘿 我觉得吧 你找的这种压根就有问题 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 谁说十字就一定是在地名里了 哎也有可能是形状啊 医院的红十字不是十字吗 十字路口也是十字啊 那昆明市这么多十字路口那你告诉我哪个十字路口藏着化学武器 你说那个 你要这么说就是抬杠吗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了 我没 你说基督教的标志是不是就是一个十字呢 是啊 对了 耿伯伯就是基督徒 哎老曹老曹 这个十字会不会是上次咱们 孙思康 带我们去耿光明做礼拜的教堂 那儿一个穹顶 上面就一个大大的十字 是 如果没猜错的话 耿光明应该指的就是那个地方 那还不好说呀 明天啊咱们去教堂看看去 干嘛明天 现在 我也去 我也去 邓教授最后一次来教堂时 在地下室存放了一些东西 可是这么几年了 他也没来去过 你们这有地下室 有啊 平时存放一些东西 那带我们到地下室看看吧 好的 你 是不是 特别 决定 我 看 那 全都在这了 你都在那 你都在那 我还不想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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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都是写什么数 我看呢 大多都是外国文献 上面写的什么 应用化学的论文高端理论 可是跟化学武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嗯 哎 你是學化學的 你說這化學武器放的年頭多了 是不是就報廢了 我說你這人不僅沒文化還沒禮貌啊 我有沒有笑著你N是叫誰啊 嘿 好 小吳老師這個行了吧 我現在可是誠心誠意的向你請教的啊 我的意思是說呀 如果這化學武器報廢了不能用了 咱們呀就沒有必要在這瞎耽誤時間 我覺得啊 咱們應該把這主要的精力放在抓捕 這個唐伯凡這會兒特工身上 我告訴你啊 別說就這麼幾年 就算是幾千年 只要是存放得當 化學藥劑的效用都不會得到絲毫的改變和衰退 那要存放不得當呢 死亡 大面積的死亡 啊 我覺得 這種殺人武器還在 而且沒有報廢 不然的話 湯伯凡也不會冒這麼大風險 下這麼大力氣 不惜殺人去尋找 而耿光明 也不會不顧死活的去銷毀 哎呀 可是這昆明城太大了 啊 都找了這麼幾天了 我這腿都跑斷了 這瞎耽誤時間吧 就你這麼盲目的找 可不瞎耽誤時間嗎 你不盲目 你不盲目把我們帶到這兒來 腿都跑斷了 你找什麼呢你 我盲目 我好心好意把你們帶到這兒來 我盲目 你看我這累的 累成什麼樣了都 別吵了 你看他這樣 豫州問題就吵 啊 有完美嗎 你喜歡你 你是學化學 我給你問你 別吵了 今天太晚了 大家咱就回去休息啊 大良 明天取一下成建布置 查下昆明這幾年的一些工程資料 好啊 好吧 呈现部份资料拿到 看来咱们没有白跑 49年一年 有三个地方诺功 教堂有其中之一 看来化学武器 没有藏在地下室 不过当年是大厅失火 重新修缮的时候 是由耿忠和前后海筹款主持的 我知道化学武器藏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教堂大静 说不说 说 说 啊 啊 啊 说不说 我说 我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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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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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叫你生不如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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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手 谁让你这么看了 不找我他不说 滚 是 啊 庚教授 我的这个手下太过分了 这样薄凡跟你赔罪 我把你说这些日子我是整宿整宿就睡不着啊 想想自己这一生干过的那些坏事 我的心里很不安 今天我要找个人去忏悔 看看我的这些罪孽 能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叫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这话说的太正确 你的眼睛 已经暴露了你的一切 徐山德 到 通知大伙 晚上出发 掌管 去哪 教堂 曹政啊 教堂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告诉你 教会这一关咱们都过不了 我说也是 你说 你什么根据都没有 你就要到人家那儿去给人挖个大坑 有你这样的吧 我判断的 八九不离十 你赶紧叠到这七夜了吧你 不就那吴敏说的吗 我跟你说啊 我看那吴敏他本人就有毛病 整天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 神神奇奇的 我告诉你 要是没有孙思康那个事 我还敢拍板 可是现在我被你搞怕了 就是啊 你要再这么一条道走到黑 那要闯了大娄子 那咱们大家伙啊 都得跟着你吃瓜落 老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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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资料 当年教堂吃火的时候 烧毁的只是捉一碗当 但是这上面记载了 复修的时候 用你所有的材料 除了木材一半 还有大量的地砖和石料 就做出了木材一段时间 又做出了木材一半 有力量的木材一般